畫面發現到 這是我的閨蜜 我的好朋友 你會對他有什麼改觀 不會改觀 順便看一下身材好不好 怎麼是我朋友 我就把他關掉 我都關掉 故事都脫一半給我看這個 這一行的話 50萬嗎 50萬 一支片50萬 完全沒概念 一支片 其實好像一萬塊OK 一萬塊OK嗎 那贏我現在這個樣子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錢 哈囉各位烏托邦的善男性女 大家好 我是U哥囉 你的女孩卡瑪 我們今天來了新的企劃 就是街訪突擊 我們今天要街訪就是 我們一般台灣民眾 對於國產的演員 不管是男優女優他們的 片酬薪資會不會好奇 還有如果排除任何萬男的情況下 他願意用多少的薪資 來去拍攝一部 嘗試一部這樣子 還有就是說 如果他身邊有人是男女優 他有什麼樣的想法或看法 對 那我們就來街頭 突擊 好我們今天撈到了一個路了 那我們想問一下妳的綽號叫 我的綽號叫妮可 妮可 那我們今天想問妮可就是說 妳平常有看過A片嗎 有 有對不對 妳覺得A片裡面的女優 大概收入都是多少到多少 妳說日本還是台灣 以台灣來講 妳覺得收入應該要多少 嗯 10萬嗎 約收10萬以上 至少要10萬 至少10萬嗎 那其實我們台灣的女優收入的話 是差不多3萬到10萬這樣子 3萬開始起跳嗎 那麼少 對就是看妳的資歷跟妳的整個支持 對 那如果有管道邀請 就是有人詢問說妳要當女優的話 妳覺得需要開到多少錢才可以請到妳 還是這種東西 先不要管家人 所有都全撇開 全都是支持 我們只是想問一下而已 如果妳真的願意走這一行的話 50萬嗎 50萬 一直賠50萬 很好 好 那再謝謝妳囉 謝謝 好 我們今天又找到兩位 那請問妳們叫 我叫貝貝 我叫松林 好 那我們今天想詢問說 就是妳們有看國產的AB嗎 有看過嗎 沒有 我沒有看過 但我知道有一個女生 有妳知道誰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講 她叫吳孟孟 是嗎 吳孟孟 對對對 不是我聽過她 但是我沒有看過 然後我有看到她的那個眼上 才知道她 了解了解 那妳覺得就是 以女優一支片的價錢 妳覺得大概是多少 完全沒概念耶 一支片 對一支片 十萬 太少了吧 太少了 太少嗎 人家會一直被播放耶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播出去之後 也可能會被人家截圖錄影什麼的 所以它就會一直 反正就會一直有這個東西在留 所以我覺得至少也要三十以上吧 沒概念了 但其實我們基本上 國產AB女優 一支片是三到十萬這樣子 真的喔 對對對 她都比較接近 那如果就是 可能現在很多IG都會詢問說 有沒有興趣當AB女優之類的 有沒有想要嘗試拍這個片的話 妳覺得可以花多少錢可以請到妳 我完全不能接受 對 對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對 不能接受 就是要播放給大家看這件事不能接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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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妳身邊有朋友是做女優或男優這一塊 妳們會有什麼感想 無所謂 她做她的 我覺得別人的話我覺得是尊重 對 那就是她的選擇啊 對 對 其實我有認識了 真的嗎 衣服也 我也認識欸 對 我們會覺得如果是別人做的話 那是她的選擇 就是她的工作 對 也不同是搶其實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很謝謝各位 那待會再幫我們加一下IG 我們會幫妳做推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又抓到一位路人了 來 請問你叫 我叫西瓜 西瓜 想問西瓜說平常應該有在看國產AB吧 會偶爾啦 偶爾嗎 有沒有比較喜歡哪個女優 沒有寄名字 沒有寄名字嗎 對 那我想問說就是 你覺得國產的男優 大概牌子片手都是多少 男的嗎 對男的 男的 感覺應該要有個 一萬塊吧 差不多差不多 對 大概基本是從五千至一萬 看年資跟資歷還有資質 那如果就是 就是說有人想要 就是有機會找你去當男優的話 你覺得需要多少錢你願意 感覺西瓜好像一萬塊OK 一萬塊OK嗎 一萬塊OK嗎 那以我現在這個樣子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錢 這就由導演跟片商去估價 所以要面試一下自己 對對對 我們可以把你的資訊丟給他們 好 那 像身邊如果是有朋友 你有從事女遊或男友的行業 你們有這樣的看法嗎 其實我還真的有 真的喔 對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我就是點開了 然後發現 怎麼是我朋友 我就把他關掉 我都關掉了 我不會想看一下 我想說 故事都脫一半給我看這個 來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就要Chad好了 我們今天想要訪問就是說 你有看過我們國產的AV嗎 應該外國比較多一點 外國 還有想要嘗試看一下國產嗎 現在拍得很棒喔 沒有 沒有什麼接觸 好吧 既然沒有接觸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問你一下說 你覺得通常一隻男優的片頭 大概多少錢 一萬以下吧 一萬以下嗎 這個略懂喔 這個兄弟 看資質跟資歷這樣子 那如果有機會就是有人 想要找你當男優的話 你覺得可以開到多少錢 你願意 應該也 一萬多 一萬兩萬差不多了 OK 一萬兩萬就可以了嗎 那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就是當男優或女優 應該是沒有 沒有 就我知道沒有 那如果就是有的話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或想法嗎 對 忽然有一天你在看片片的時候 欸 我的朋友 怎麼在畫面上 也 畢竟也沒接觸過嘛 就是覺得 開心就好 也滿好的 開心就好 OK 沒有問題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你 接著我們的採訪 請問你的綽號是 喔 我叫林林 那你平常有看過就是 國產的AV嗎 之前有看 之前有看過 那你覺得怎麼樣 那就還可以啦 看日本的比較好 那如果有機會就是有管道 想要詢問說 找你來嘗試女優的話 你覺得多少的片頭可以請到你 你會對她 有什麼想法 就支持她們 支持她們 對 兵搭選擇都不一樣 對啊 因為現在這種行業就是很不便 那不然有一天 你在畫面上 欸 這是我的閨蜜 我的好朋友 你會對她有什麼改觀 還是沒有 就很尊敬她 不會改觀 順便看一下身材好不好 來 讓我看看 哈囉 我們今天採訪到了這個是 情侶還是父親呢 情侶 OK 那請問男人叫什麼名字 我叫David Carol 那我現在想詢問的就是 你覺得目前台灣 AV的這一塊 你覺得男生的薪水會在多少 台灣大概十萬吧 那你覺得女生的是多少 女生應該有二十吧 二十 那我們要公布答案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業界 男優的薪資是落在五千到一萬 那女優的薪資是落在三到二十萬 不等 那如果今天忽然 你發現到 那個片片上面是你的朋友 支持她 還是尊重她 恭賀她 恭賀她 解脫了 請問一下 Carol 你有沒有周遭有朋友 男性女性從事這一塊 也沒有欸 那如果今天 今天我們再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如果今天她要想去拍 她跟你坦承說她想拍 你支持她嗎 我覺得有點難欸 有點難 那反過來一樣 她今天Carol想去拍 她跟你坦承她想拍 你支持她嗎 我不支持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林子龍 我叫騰濤 應該之前都多少有看一下 那個國產的AV吧 那你覺得說 就是現在男優的一隻片蟲 沒有去想過 幾萬塊吧 那你覺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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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喔 對 兩三萬嗎 兩三萬 那我們再想問就是說 如果今天排除任何所有問題 包含她也支持你 她也支持你 你覺得 騙商 花多少錢 你願意拍一隻 至少有五萬吧 五萬 很好 那我應該也要講高一點 十萬吧 十萬吧 他這個野心非常的好 那如果最好的兄弟 還可以說他想去 有一天 對你說他想去踹 那你對他又怎麼講 不錯喔 那你會不會想看看他的作品 當然會喔 會看一下喔 那不然有一天你再好一節嗎 應該覺得他很有勇氣吧 有回到遠離啦 就覺得很佩服他 那今天也謝謝你們來讓我們實測 感謝 感謝 感覺今天這樣反問下來好像 對片頭的價差 也不太一樣 幫台灣民眾對於這個市場 他不熟悉 那這個東西也不夠透明的情況下 他們會認為拍這個東西 應該是可以很高很高很高 非常高 有誤解 誤解 他覺得說哇拍這個應該都是 好像很輕鬆這樣 可以沒有多久就可以月入百萬了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的是 這份職業辛苦 還有為人不知的一面 還有他需要有一定的專業度 那這是我們 台灣必須自己要努力的 那如果還想看更多 街頭採訪職業的話 歡迎鎖定我們烏托方美台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也歡迎 請在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一一的去突擊街坊 但是我們會把獄給你 對小眼看 走吧 在社交専站 那些交射站 我隨時可以改善 就是要過 但是我們會自家 有叫做什麼 所以我發現 九陸